《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黃素歡聊天 她是ViuTV劇I Swim 裏面Jeffrey 魏俊生的媽媽 亦是1988年亞姐的和平小姐 電影《淪落人》中黃秋生的前妻 劇集《地產仔》中廖子瑜和193的媽媽 黃素歡五歲做少氏童星 選完亞姐嫁給一個亞氏導演 她生了兒子就撞破老公出軌 到了老公有第四個外遇就決定離婚 之後她遇上做空少的第二任丈夫 十年緣分 丈夫2015年在外地中風逝世 喪夫七年 她堅強帶大兒子 把精神寄託在演戲和做義工 她是一個樂觀和堅強的媽媽 聽聽她由選同聲說起 我媽媽就報名 當時我媽媽瞞著我爸爸 怕我爸爸不喜歡 想著又未必得 考到才算 真的考到 當時500個小朋友報名 收了一男一女 我爸爸做生意 我拍戲的時候 爸爸最好環境 所以她會開私家車 但當時拍戲因為沒有冷氣 所以我每年一部 但我每年簽一部 只是暑假拍 但你知不知薪金很好 1500元 當年1500元 我拍過暑假 而且一定要通宵拍 因為廠廠太熱 以前的燈也很熱 下午4時便開始有車來接 接我去邵氏片場 拍完便載我回家 但因為很失禮 因為不好意思 我爸爸生意不好之後 欠了很多錢 於是不敢通知邵氏 我們搬到哪裏 電話又不敢被人 擔心人追債 其實我一直覺得自己 不會選到 即是 不會可以做到 選美冠亞季那些 但我喜歡演戲 然後我想讀演的學員 我媽媽就說 你讀我也沒有錢工 然後我媽媽就說 不如你試試選 時間是遇到阿姐 那我覺得 我太矮了 那些廣者好像高一些 那我想說 算吧 好阿姐阿姐 試試試試試試看 所以我沒有壓力去面試 但穿好一點的連身裙 這樣去完走 我還回到我爸家廠幫忙包裝 所以我當時的焦點是 我只是想做演員 我不是想拿罐阿貴 所以我又不會跟你搶 搶衣服不搶 化妝師不搶 什麼都不搶 我先蹲下 你搶完先吧 你搶到哭了 你明白嗎 那時要不要哭 哭得更醜 不如說小言 真小言 他露霧 我和他很友善 他教我很多東西 他很好 他很狠狠 他剛好揭起 這是他專業 原來他們做模特兒 他做了很久 他是專業模特兒 不同我這些 他是專業模特兒 有行過show 那時我問他為何會不 未出事前 我都有問 原來他說 因為你穿了會有條痕 因為那時年代的泳衣很高差 他說你那條痕就不漂亮 雖然某某會偷了粉條 去塗了整隻腳 某某那個又不能說 很好笑 其實選美很好笑 很多東西你看 我拿和平小姐 裡面有二萬元現金像 你知不知道 觀鴨龜 陪他們那些都說 阿歡你就好 你有現金 原來他們喜歡現金 他們很多獎品 全部都是獎品 不能套現 黃素歡加入亞視之後 在曾志偉的搞笑節目 開心主流派做中藝 他性格開心 扔蛋糕等等毫不疑身 又有拍劇 最後一部是1996年的 再見艷陽天 他就和拍拖幾年 姓鄭的亞視導演結婚 97年生兒之後 婚姻就出事了 我第一個老公 其實他是好人 所以我和他都有聯絡 到現在都有聯絡 他對我兒子都很好 問題是 他很容易有女人黏起來 他又不懂得抗拒 我兒子滿月他 他以為我在我媽媽 我是在我媽那裡睡 但他又很喜歡去 Disco的飲酒 他真的會帶女生回家 但他不知道我突然回去 我一開門進去 他就在房間出來很害怕 我當時不感覺到他很害怕 他就關門 因為是夏天 他開了冷氣 我猜他房間開了冷氣 不想冷氣走 我沒有想太多事情 我聽說有個嬰兒搖搖椅 我把嬰兒放進去 然後很熱 他去廚房拿飲品 為何要跟著我 亦無形催 跟著我呢 然後他就站在我身上 跟著我看著我 我一進門口有個掛樓 我一進門口有個掛樓 我那個女生的衣服 原來原來在這裏 穿完後便離開了 讓他離開了 那女生很冷靜 因為我有經驗 我五歲 其實我考同性那一天 我媽就帶我去跟蹤我爸爸 我人生很戲劇 跟蹤我爸爸 我爸爸做生意好的時候 就是很多女人 看到前面我爸跟那個女人一起走 我媽就跟我說 這個就是那個狐狸精 然後就上了樓 那時沒有手提電話 你借電話是士多借的 裡面有個士多 我媽很厲害 起人底 然後就打電話 他就說 一會兒你聽 如果聽那個女人 你就罵狐狸精 是男人你就吸線 我爸爸 我那一刻為何這麼冷靜 就是原來終於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人有經歷是好的 我只不過終於發生在我身上 但我會溝通 因為我當時知道 我當時觀察我父母的婚姻生活的時候 我拿到一些東西 我便知道有些東西是相向的 我便會問清楚到底是否我的問題 我不會怪責一個人 我和已經有小朋友 都希望盡量為我小朋友 我去到第四個女人 我才放棄 之前三個我全部找 這個撞到這個不算 另外一個做保險的 一個鞋譜 我全部為何會知道 因為我的朋友便說 麻煩你真的要檢查 我就變了媽媽上身 你明白嗎 我媽媽做到的事 原來我都可以做到 最後真的沒有辦法離婚 因為我老公 當時她說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她說是她的問題 甚麼問題 可能她不知不是拉兒子 最小的兒子其實是難搞的 她全家父母都… 姐姐、哥哥很疼她 她入ATV都是她的哥哥幫她入 很多事都不用她自己刻意去做 所以她就… 反而家人對她的愛 她覺得是壓力 就算她每次說抱歉 我們這些演員 不知道是不是演員的問題 我會很大的畫面 我會有一段片給自己 我是背著一個抱歉 那個抱歉 原本這麼小 越來越大 這個抱歉 我背著我已經受不了 我要把抱歉放下去 這個抱歉是不可能解決我的問題 我會跟兒子說 有學到東西 看到社工是怎樣跟兒子溝通 父母他們自己有性格 或者事情上的問題出現了 所以分開 但問題不在你裏 讓他不要覺得自己使父母分開 怪自己 沒錯 不會的 再確認一件事 就是你爸爸叫什麼什麼 你自己說 我爸爸叫什麼什麼 你媽媽是黃素歡 我媽媽是黃素歡 他們一樣是這麼愛你的 只不過是不在一起生活 所以我兒子和他爸爸的感情都可以 歡迎來到我們的電影大盜 我是張遠亭 我是羅契約 黃素歡和第一任丈夫離婚之後 一心臭大兒子 沒想過再有第二段戀情 接著就遇上來自新加坡 做空少的第二任丈夫 我說你幾歲 原來他小我三歲 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帶你三歲 我說你結過婚了嗎 我說我結過婚了 我離婚了 我說我結過兒子 我說你想清楚才會追我 我真是這樣的人 我是一次過說完 他真是刀追 那時候一心是兒子 但是他真的很聰明 我第二個老公是非常聰明 所以他開始跟我拍拖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跟香港人有點不同 第一他就說 我知道我過不了你的兒子那關 你不會要我 很聰明 他看到我 最主要的 然後他就 一見到我有少少 察覺 不開心 他就會跟我說 他說 寶寶 你知不知道 不開心是要說的 你對我任何不滿意 都要馬上說 他說因為這些事情 即時即時 就會很擔心 那這些 我覺得香港 男生很少會這樣 對嗎 對 我問 新加坡人是這樣的嗎 我也跟他拍了四五年才結 因為我不想結 但求了三次 到第三次他厲害很多 第三次他說的東西厲害很多 跟我去旅行的時候說 他說 你跟我一起開心嗎 開心 他很玩的 我又瘋了 大家瘋在一起 很開心 想不想一輩子都這麼開心 當然想 想一輩子這麼開心 他就拿了戒指 這個就說中了我的項目 我要的是開心 不是錢可以買到的東西 黃素歡和第二任丈夫Vincent 拍拖五年 結婚五年 一共有十年緣分 2015年 丈夫飛去烏魯木齊做事的時候出事 不幸中風昏迷 黃素歡趕去烏魯木齊 接她回香港醫治 去的時候 本來她醒了 她醒了之後再中風 她醒了 拔了喉子自己 硬要去廁所 中第二次才中老幹 原本不是 我上機的時候 那邊通知說她已經醒了 但我沒有直航機去烏魯木齊 去了哪裏轉 我忘了去哪裏轉 少慶還是重慶 忘了去轉機 轉機又延遲 延遲到要派飯 想想延遲了多久 但那時我仍然跟自己說 OK的 去到機場 我已經通知我 不要到酒店 直接去醫院 那我就知道 其實我最辛苦是 醫療機送她回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跟郭泰有少少 搬緊 到郭泰很好 肯幫她送她回來的時候 那醫療機 她就說 因為是小的 醫療機 不知道你知不知 醫療機是小的 不可以高飛只是低飛的 然後呢 還要下兩個地方去加油 沿途因為她還殺猴 其實沒有知覺的了 其實很神奇 在醫學角度來說 醫學角度來說 可能覺得她是 掛了 以我們中國人來說 每上機 每下機 每整理都要喊著 Wincent現在上機 即是要不停喊她的名字 徐民生 Wincent 廢水 經常要流出來 經常要抽 我就要不停跟她聊天 因為那個醫療機 醫生發現 我不停跟她聊天 我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的性格是好些 我問她 她很喜歡陳八強 她一追我 送我iPod的時候 錄了陳八強的歌 可是我喜歡張國榮 然後我就不停地唱 陳八強的歌給她聽 最辛苦 她可以扯到 扯不到 扯不到 因為龍捲風 龍捲風 所有機器都避去桂林那邊 停了 要等深圳機場那邊的龍捲風完 你才可以再飛 老實說天都沒有幫她 你中風已經是一個很… 要黃金幾個小時 其實過了再過了 過了還要這樣 只是想有奇蹟 來到浸會 她仍然 她很多朋友 她很多朋友 再找不同的老科醫生 去到浸會幫她 都是說不行的 所以我曾經… 她弟弟告訴我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很生氣 對著她說 罵她 我真的罵她 一輩子還沒罵她 那次罵她 我說你又答應到老 後來她弟弟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罵她的時候 她心跳是這樣 到要決定是否要求救 她說如果再停心跳 因為停心跳 夠不夠的時候 我要求救 因為那時候她爸爸媽媽那些還沒禮 我說我一定要救 到她爸爸媽媽 兄弟 朋友 很多都來了之後 她就再問 私底下跟家人聊 她在房間裡 幾個醫生跟我們聊 她在房間裡 然後我…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一個媽媽 我覺得… 決定… 帶她來的是她媽媽 爸爸 現在這個決定 都應該交回我奶奶 然後我奶奶… 我奶奶真的很厲害 我也覺得我奶奶很厲害 我奶奶拖著我說 阿寬 你讓她離開 其實喪禮的時候 她化得很英俊 真的好像沒事 真的好像真人 其實很想把她拿回家 放在床旁邊 所以其實有一套叫僵屍的電影 爆謝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她不是老公死了 不捨得 所以為何我老公會變成僵屍 其實我看那套戲 都很有感受 我自己都覺得… 我都想 可能不介意她做僵屍 但… 很想仍然… 就算是一條絲 都放在身邊 我老爺又很好 我老爺又說 把骨灰放在香港 因為我和我老爺 我老爺都去過旅行 我老爺 她說 竟然是我老爺出聲 她說我未見過一對夫妻 是這麼恩愛 這麼夾的 即是老人家出聲 很少有 我老爺和我老爺說 你骨灰留在香港陪阿歡 我放在我爸爸那裡 即是一個家族位 情緒上如何站起來 我又不知為何 OK的 但我會和她說話 她在新加坡都有物業 又要搞的 和我剛才說 我又要去歐洲一轉 去搞她那些生意 所以我… 其實我的事很忙 其實忙是一個幫助 很忙 家人 我經常去新加坡 國泰很好 免費機票給我搞她的遺產 在新加坡那邊 我都說她家人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老爺奶奶都不怕說 我死了 他們是很直接的 不被記 是好事 她很接受 我奶奶都可以這樣 我覺得媽媽很痛 沒有了一個兒子 幸好還有四個兒子 我真是幸運 如果不是我都很擔心 老爺奶奶 還有四個兒子 去照顧他們 兩個老人家 我都很開心 所以每次過到去 我都自己去那裡 很開心 他們會照顧我 我又很喜歡和我奶奶 老爺聊天 所以變成這樣 其實是過度度的 我現在喜歡去老人院 或者是那些社區中心 唱歌做義工 給老人家 這也是一個幫助 做義工是一個幫助 如果那天帶走一個 剩下那個 希望做一些對社會 有意義的 有幫助的 所以我又幫很多 演藝學院的 拍很多 他們的學校作品 畢業作品 又幫到他們獲獎 其實很開心 造就到新一班 拍攝的人 聽黃素歡一路說 由同性 選亞姐 結婚 離婚 再婚 喪夫的人生經歷 見到她不斷大笑 傻笑 好笑傷感 和怨命 只是在某幾句說話裡 隱約見到她對眼 閃了一下淚光 然後她又笑回 她真是一個樂觀的傻大姐 一輩子的和平小姐 最後想問她 如果有機會約人聊天 她約誰呢 我會想約 當然是 我的 上了天堂的老公 那 我會想 多謝她 雖然我們只有十年 緣份 她很疼我 你很愛我 我也很愛你 我覺得我們十年的開心 可能人家一輩子 夫妻都沒有經歷到這麼開心 有首歌的歌詞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來生緣 今世的緣份 希望下世長一點 都是一樣的開心 夠了 放心 你媽媽還在世上 我都會對她很好的 我們一起聊個電話 放心 吧 你來平衡 來平衡 好想想說 你 好想說 你 好了